上个星期因为种植102棵大马树的前外交官 昨天在扣押期结束后获得保释外出 至于他的儿子警方将会申请延扣进一步调查 文东警区主任在韩正时 警方被文东低庭驳回了延扣的申请 才会释放这名78岁的嫌犯 但是他们会再一次申请延扣另外一名嫌犯 警方这个月21号在彭亨文东一所住家 发现了102棵大马树之后 当场逮捕了这名前外交官 第二天在雪州沙亚南逮捕他的儿子 警方还起获了 相信是用了违禁物品加工的大马液和液体 目前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第39-B和第6-B条文调查 甚至老共犯栏价写